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去学习江沟开发进阶课程的第五次课 我来看如何来集成已有的数据库 来看这些课的主要内容 主要内容的话 只有一点就是以MySQL数据库为例 然后我们来看如何解决集成已有的数据库 我们来打开我们 这是我们上一集的这个项目的工程 我们看一下它的配置 它配置 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database 是以默认的CircleLite数据库为它的Engine 也就是说 它所有的数据库的操作都是以CircleLite为主的 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有一个MySQL数据库 我想把现有的数据库替换到MySQL数据库上 但是我MySQL数据库还有一部分的表 数据库里database里面还有一部分的table 然后我怎么把现有的给放上去 然后已有的给拿出来呢 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一般来说我们这个Jungle的这个数据库层呢 它是从这个Python代码 也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Models 也就是说这个Models.python这个文件里边 我们定义了这些Model 比如说这个Poem啊 比如说这个ToDo这两个这两个Model 然后呢我们运行这个同步数据库的时候 它就会帮我们去同步这个到CircleLite上 然后生成这个数据库对象 然后这一层呢 其实我们都不用关注直接执行命令行 它就会生成这些数据库的对象 就会帮我们帮助我们去鉴表生成那些字段 但是对于这个已有的遗留数据库 也就是说已有的数据库对象 我们如何来生成我们的Model的代码 因为我们肯定是要有这个类数据库对象 它在python中生成的这种继承了这个models.model的几个类 我们才能在大码中去操作它 我们面对这个问题我们该如何解决呢 这个就涉及到一个江口开发的一个原则问题 江口开发的时候 我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首先思考几个原则 我们要知道就是除非必须能不写代码 我们就不写代码 然后呢我们如果觉得比较困难的时候 那就是我们使用有问题 其实就是说江口它就是说 基本上是一个全站的一个底层的一个工具 提供了很多的这个工具链 然后我们可以在很多情况下 是不需要我们写代码 可以运行一些工具啊 命运行啊 或者是一些包啊 就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大量的问题 我们如何来集成你用的数据库呢 首先呢我们肯定这儿是要把这个setting 这个database这是要替换掉的 首先呢我们就把database的配置给更改成MySQL 首先这个backend就要换成了这个MySQL 然后呢这个name就换成了我MySQL的这个database database叫什么呢 叫做jungle-advanced-anglo-adv-ancd 然后呢这个host就是主机在哪呢 也是在我们本地的一个机子 当然你可以配置你的MySQL的server 然后端口port port 末日端口3306 然后user就是登录的这个账户是多少呢 我们allen 然后呢password password12345670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就把这个database给配置好了 配置好之后呢 我们其实是如果生成代码的话 我们就看是怎么样生成这个代码 我们在这个先到它的目录下去 然后呢我们看这个pythonmanager 我们看它的help 它的help里边会给我们指出一个这个 inspectdb就是帮助我们去集成EU的数据库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帮助 pythonmanager 好我们考过来 help 我们看一下 它会解释我们这个模块它的作用 就是把给定一个数据库表 然后会输出这个model的module 也就是给我们输出这个model的代码 然后呢我们就想把从MySQL生成的这个数据库的代码 插入到这个我们原有的代码最下边 因为我们原有代码也是不想删的 我们想把它再迁移到这个MySQL上 然后我们怎么做呢 非常简单 我们就直接pythonmanager 然后呢 这个inspectdb 然后这个比较重要 然后重定向到它这个我们pawsmodels.python的最下面 我们可以执行一下 我们发现这个models它就改变了 然后呢它其实我们我们就把需要把这段给删掉 然后我们原来的代码呢可以保留不变 你看我们这个user 这个代码就生成了 然后呢我们再同步一下 python manager make mygrit lios 然后我们再 create 加it 我们执行看它等待它执行完毕 好了执行完毕 我们看这个mycircle的client 看它是否刷新一下 我们看到 我们说我们刷新一下 就看到了这个database一下就多了很多的表 比如说我们的paws to do 或者poem 其他的呢都是一些jungle的其他的表 这个我们可以不管这个是系统生成的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我们呃代码里面原有的这些 这些 这些表 比如说这个to do 还有这个poem 它也帮助我们生成了 然后呢我们这个时候呢 create一个super user 创建一个超级用户 manager create super user rend password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打开这个 我们运行一下 还没有运行 还没有运行 然后呢我们这个地方打开我们的刷信一下 看有没有问题 哦没有问题 然后呢我们尝试去进入odman 好收入密码 是正常的 然后呢我们在odman这个管理器里面并没有在post看到这个user 肯定是我们没有把它注册进去 我们看这个odman 显然是没有注册进去 这个有个user 只需要把它给注册进去就行了 user 刷新一下界面 那它就出来了 我们看原来我们是添加有数据进去的 kit23 然后 这个allen 25 我们就像原来操作这个poems和todos一样去操作这些数据库 然后我们就非常完美的这个继承了原有的这个mycircle的数据库的表 然后呢我们就要注意我们使用的这个inspectdb 它的主要作用就是获取mycircle数据库所有的表 然后获取表之间的关系 获取所有的索引 然后描述我们所有的行 最后呢帮我们生成这个model的代码 当然我们举的这个model非常的 建的这个表非常简单 帮我们建更加复杂的表的时候 它就生成的代码就更加复杂了 我们这里面只是简单的给大家展示 是如何来去集成已有的数据库 这些课其实非常简单 主要是大家教大家如何使用 一旦我们生成了这个数据库的代码之后呢 包括同步完数据库之后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像原来一样正常的使用所有的代码 对我们几乎是零影响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就看出了这个jungle它的一个强大 这节课呢我们就上到这里